灰哥 灰哥 你敢不敢玩茶杯头这游戏 据说只有高玩才能挑战成功 最近还推出了新的DLC 你敢去挑战吗 只有高玩才能挑战成功的游戏 那我算是一个吧 要不咱们也来挑战一下 认为灰哥我能够挑战成功的 请直接点赞支持 咱们直接开始 那么据说这个DLC最重要的更新 就是出现了一个新角色 圣杯小姐 只要在护服一篮装备上星界小甜饼 就能化身圣杯小姐了 那话不多说 先挑战一下第一个BOSS啊 走私贩子不及武 那咱们直接挑战普通模式 现在操作的是圣杯小姐 你看她攻击的时候嘶哑咧嘴的 还有点可爱呢 这次武器的选择是爆裂枪和回旋枪 爆裂枪是新猪的武器 射出之后会分裂 自动攻击敌人 感觉还挺好用的哈 第一阶段对付的就是这个蜘蛛 不过看着怎么还有点像兔子呢 她会从三个平台的所有两边随机出来 还会释放猪丝炸弹 但是直接躲过去就OK了 没什么难度 对于高丸来说 这点操作不值一提 同时注意清理周围的小怪 这样方便我们对付BOSS 她的身体闪了一下 证明血量不多了 等她出来 咱们给她致命一击 哎 这不就拿下了吗 不难 而且圣杯小姐是四条命 我感觉都用不上 现在到了第二阶段 要对付的是一只蚂蚁吧 她用了一个会释放魔法的留声机 能射出六条不停转动的光波 绿色和黄色没什么伤害 咱们只需要躲避红色的光波就可以了 哎 我无敌翻滚 刚才就是圣杯小姐的技能哈 下蹲加冲刺 在翻滚的期间是无敌的 这样的话 咱们只需要注意光波的颜色就可以了 只要变成红色 直接无敌翻滚 慢慢耗时间就可以了 很轻松的啊 来到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挑战狮蚁兽 还有它头上的蜗牛 也不知道这俩生物是怎么勾集在一起的 狮蚁兽会用鼻子 在左右两端发起随机的攻击 现在切换到回旋枪啊 这是因为狮蚁兽全程是无敌的 只有用鼻子攻击的时候 抓紧打它的鼻子 才能对其造成伤害 当然还要小心鼻子里面伸出来的舌头 它会带出一大坨黏着鼻屎的蚂蚁 咱们直接躲避就可以了 到现在我是一滴血都没掉 这阶段关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哎哎一不小心中招了 最后阶段就是这个小蜗牛了 直接换回爆裂枪 左右躲避它射出来的子弹 挑战成功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最终得到了个C加的评分 对于初入茶杯头的我来说 也就一般吧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个boss挑战成功 咱们直接挑战下一关 就它了 巨人格伦斯通 这个很有意思啊 它有一个很长的胡子 铺满了整个屏幕 咱们选择散射枪 直接怼脸攻击 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哈 boss出现了血条 正是因为我装了一个 显示血量的mod 方便咱们更好的挑战 哎我去 居然被释放毒气的猪乳打到了 大意了这是 不对不对 你怎么还随手抓了一只棕熊 那我站的不动 是不是拿我没办法呀 这boss又张开嘴 让猪乳发射毒气了 我说你这个老套路不行呀 有没有新话呀 现在只需要躲避被释放的毒气 还有脚底的猪乳发射的光波就行了 对于我来说这不难 巨员应该是被打懵了哈 哎呀 这巨员召唤了一群鸟 我直接蹲下不就完事了吗 boss被打几眼了 准备第二阶段 左手一个骰子王玩偶 右手一个恶魔玩偶 这都是症状里的boss呀 居然来磕串了 但是这个阶段 我感觉是没难度的 咱们只需要站在边缘的位置 用子弹扫射就可以了 敌动我不动 谁动是王吧 这个boss 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哈 而且我发现 咱真是卡了一个bug吧 站在这个地方 直接就是无敌的 我猜这巨员是绝对没想到 咱们会玩音的 直接无伤通过 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巨员有点生气了 要把我吞进他肚子里面 呜呜 这个阶段 咱们换成追踪弹 来攻击上面的小东西 咱们脚踩的是鳄鱼的脑袋吗 这个粉色的小东西出现之后 要抓紧额打 要不然鳄鱼脑袋就冲入到胃酸里面了 现在boss血量不多 让他尝尝咱们的亡灵军团吧 哎呦我去 好炫耀 只是这画面好乱 没看清自己 掉进胃酸里面了 赶紧格挡一下 不要掉下去 这都打了半天了 boss还不死 最终他的伤害也太低了吧 躲一下空中的飞鸟 OK 没有问题 boss就剩一丝血了 使劲打呀 nice 挑战成功 咱们看一下评分啊 哎 原是个哎 也倒是一般吧 本来有机会无伤通关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要伙伴们还想看我挑战哪个boss 用什么样的方式挑战boss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